我们直接买 直接买就好了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了 这边是厨房 这是我的室友 Gary Hello 你好 他去过我们中国 下一次去中国玩过 这边的景色非常漂亮 趁着这个还有点光线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景色 好 然后这边是 这是客厅是吗 然后我是东西 然后这是男方人安东尼 好 这是大家共用的区域 是吗 那上面有几间 三个房间 我们要煮火锅 买了好多东西 去中国亚洲超市买的 这个是在亚洲超市租的 还能出的 我去找个牌加管 这可能不够惨 好 别人还以为我们从夏天拍到冬天 我们就是拍到冬天 我们去把这个切一下就好 这都是在亚洲超市买的 他不是中国超市 你拿刀子过来 哗哗哗哗就是 我们车上也有哗哗哗 一锅开锅了直接哗进去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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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大菜 根本没什么需要切的 好可笑 不是 我跟你讲很难得 就是我找了味道 它不是有那个麻辣吗 好不容易找来找去找那个微辣 内心稍微安慰了一点 今天你刚才到 Queenstown 对 今天 那直接加水吧 好啊 那烧一个开水直接倒进来 然后就可以 那这个要需要你说 嗯 烤水 对啊 可以加一些添加水 添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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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我看到 反了吧 没反 应该是这样吧 好了 这样怎么调温度呢 应该是反过来吧 一个温度吧 反过这边有按钮是吗 对 对 你在这里生活一点吗 自己一个人够的还好吗 我好久没吃火锅了 我男朋友从来没吃过火锅 他今天会 估计是他第一次吃 看你平时照顾他 照顾的不是够到位 我自己连火锅的锅都没有 好像不行 能猪到都不是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全国网友热烈讨论的三个问题 吃火锅你一定必选的三个菜是什么 下场就来信 你先 五脚本 吃火锅必选的三个菜 对我来说 肯定是要有肉吧 这个 这个 这是什么 猪血 一般来说是鸭血 但这里只能买到猪血 然后我还有一个菜 没有在这里 是see you tomorrow 金针菇 然后猪血 为什么叫金针菇 为什么叫 see you tomorrow 还不好消化 就明天还是你 然后呢 还有 还有一个也不在这里 是莴笋 猪血 鸭血金针菇 莴笋 我火锅必选的 肉不吃吗 肉可以 就是不一定必选吗 那有可能是去吃牛蛙 火锅 就也要点这三个菜 意思就是 那你呢 我没有 都是别人点了 我才跟着吃 这是叫我吃 那你吃火锅必选的 就是秋梨 是吧 就带上秋梨 他点什么 你吃什么 好香 土豆 可以吃吗 哇 哇 I want to try It could be 10 more minutes so then yes you can 一点也没有修饰 英国人 你说要不要都放进去 所以这是你的男朋友 他来自英国 叫什么 What's your name What's my name Ant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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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不了 我对不起人家 我叫错人家的名字 你们也去过那个 对我们也去过 但是停留的时间 我还没有写 I was just saying Morny What's the Big Blood 第一次吃火锅 我之前第一次给他吃猪耳朵 他有金呆吗 金呆 然后给他吃猪蹄 他也金呆了 所有东西他都没吃过 但是他会觉得好吃吗 猪蹄他们不吃吗 有一些我看西方也吃猪蹄 他们没有吃过 因为他们只要觉得古怪的部位 都不怎么吃了 就觉得很奇怪 鸡爪他们吃了 不吃 而且看了就害怕 那一天有鱼虚的不敢吃 就那种只要是有虚虚的 有触角的 会冻的会炉热那种都不敢吃 那他吃辣吗 还可以吃一点 还可以 不能吃太大 那我先放礼拜 好吗 他很多人都没吃过 连那种 连奇異国他都没吃过 连奇異国他都没吃过 他该动我之后 我觉得他不是来自英国 但是他很多很常见的都没吃过 就是都是他的香巴了 真的很多人都没吃过 那勺子吗 筷子也可以 你有那么多筷子吗 我没有自带筷子耶 所以说 所以说就是找一个中国的女朋友 就打开了世界的大门 打筷子 我们有自带筷子 看到我有先见之明 把筷子带来 然后最上面的三楼就是环境 这个是三楼 哦 因为底下第一楼就啥都没有了 相当于你们就是住了三厕的 哦 然后这边住三个环境 然后这个是我的环境 那越来越便宜 就这样子 哦 然后没有卫生机 就这样一个环境 中国国籍 哦 然后就算英国足球的国籍 对 这是他的 这是他煮那个 这个对的鞋 嗯 景色不错 哈哈 然后外面进了一个环境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洗衣板 要看吗 Roundary 嗯 就是那个小店 这种洗衣板 哦 可以可以 OK 可以 可以还不错 嗯 看我吃吧 好 快吃吧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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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头 哦 你不喜欢这个包子 你不喜欢这个包子 你们先拿 没事没事 你们先拿 哎 没 这里还需要杯子 杯子 这里还有个杯子 我就不用了 那这个我就不用了 我不喜欢这个酒 他不想他不喜欢 他不喜欢喝这个 我不喜欢 那你喝那个好了 可以让他先吃一口 对 可以先尝一下吧 对 他想要什么 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可以尝一下吧 嗯 我尝一下 I don't know 他能的累 这叫什么 我不知道 哈哈 看了我期待的眼神 看着他 他就是像鱼包 对啊 它就跟鱼包一样 鱼包差不多 嗯 鱼包可以 那是特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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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费 特费 这不算豆腐吧 这个 快快的一个 特费 嗯 特费 特费 这个是公块 那块就变成了 他没有 你用不讲究 谁用哪个都可以 就用这个筷子 我以为要放一个 这边还有多余的筷子 还有多余的筷子 OK 然后你用最旁边的 都可以啊 这是 我在皇后镇的第二个早上 我早上一起床 看到昨天前面的雪山 前面的山变成了雪山 远处的也是 我已经把 面条煮好了 牛肉面 加生菜 但是大家都还没起床 没起床 没起床 而且除了一个状况 本来要接小凯的 结果因为下雪 小凯在基督城破降了 对因为下雪 没办法来到皇后镇 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办 说是被安排进了 男女混住的宿舍 我们等会要讨论一下 看怎么办 怎么解决 好了 我现在要叫大家起床了 看他们愿不愿意起来 我们现在是在那个建镇 皇后镇旁边的建镇 然后这个建镇据说就是在秋天的时候整个镇就会叶子都会转成黄绿色 黄绿色的样子 金黄色的嘛 然后会非常漂亮 然后周边都是雪山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秋天所看到景象 可能还差了那么一点点吧 再过两周会是最漂亮 再过两周会是最漂亮 然后我们现在是在往瓦纳卡那个方向上面那个半山腰稍微看一下这个全景 然后我们回去我们暂时还不去瓦纳卡 你觉得这个景色美吗 挺美的 我觉得很神奇 因为它就是你看像富士山它是要高一点而且只在山间间有 你这边就觉得 连绵不绝 对就觉得这个山的海拔也不是很高 然后它就会一夜之间全部变白 然后下面还是绿色上面就是雪 我们来探索一下建镇 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这也其实也是一个一山而建的小镇 对吧 这又回到那个原始的问题了 你是山派还是海派 我觉得一海而建的小镇 更幸福 幸福感更高 你觉得呢 陈伟你也是海派对吗 我是山派 他是山派 为什么呢 因为你住在海边 你不稀罕这些是吗 因为他住在山脚 他住在山脚啊 我也住在山脚啊 但是我觉得山没有特别那个 秋秋你是海派是吗 我是水派 水派所以也是相当于是海派 所以你后来就搬到青岛 就你相当于原论你自己的一个梦想 不是 我发现相当的 然后我现在是住在城市里头 说的好像你们不住城市一样 我觉得如果是海派又是城市派的话 就是青岛厦门还有大连 就两者都很可以都顾及到 就我们之前去到的那个什么 天哪 就是那个 有一个海 有一个海边 那个就是海边小镇 像那个宫崎骏的那些 电影的设定里面那样 来到了一个海边小镇 人比较淳朴 但是不是城市 他们可能要买东西还是会去黄河镇 因为比较比较近 应该不够了 又来到这个教堂了 对 绕了一圈 发现 这个好看 对 发现这个小镇上 没有人 哇 有人 有人 好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饭做好了没有 这个光线不太好 但实际上这个面特别的诱人 然后主厨 还在厨房里面 煮另一道菜 让我们来看看 他在煮什么 哇 好香啊 这是盐 这是盐 这个是 这是最后一道菜 啊